从哪一年搬过来 那很早了 因为我妈妈生活的时候就搬到这里来了 现在那边楼上住 我爷爷以前解放钱就在那个对面那里卖副食 卖烟的卖什么 那当时那是哪一年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解放钱嘛 那解放后你们就搬进来了吗 那你们是怎么搬进来的呢 房子是 房子就是以前我们是两处的房子不在一起 后来居委会的主任看见我们家人多了 就把我们两处的房子调的一出了 就在也是在这个院子里面 就在里头 房子像是国家给的是吗 国家给的 我们只出房租 只出房租 一个月只十几块钱 一个月就十几块钱 那现在也很便宜 现在都是的 但是产权什么都不是我们的 只是有出房证 那你这里住了这么久的话 你的感觉怎么样 舒不舒服啊 感觉的话有方便也有不方便 方便的时候呢 就是到加汉度啊 什么热闹的位置啊 医院看病了就方便一点 不方便也是太小了 太小了 房间太小了 就是虽然空间高 他以前不是蛮大 后来给了这些居民住的时候 他就一间的隔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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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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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她的 grandfather 她的 grandfather 她的爸爸 她的老子有an 了 uh... since uh... maybe uh... 七 九十年了誕年 了 她的祖父是一家小店银行的小店银行 但是在中国的离开,他们被选择的房子 所以他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了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建立的一位一位最富人在韩国 是一位鲜鲜鲜的鲜鲜 这个地方属于一位鲜鲜鲜 所以它是很好的建筑 但现在他们觉得空间是很小 并不是很大 enough 对他们的家庭 但是他们仍然享受他们的生活